YoYo 我是魯特 台六一西濱 從以前開始 這條公路代表著我每一趟旅程的起點 以及終點 幾乎只要是外線式的旅行 我都是騎著這條公路來往返的 不管往北往南 好像騎在這條路上 只會有兩種心情 1.是出發前的喜悅 2.是回城時的落寞 而這趟的新竹 當然也不例外 我們在早上的10點 帶著一顆愉悅的心情 從台中出發 秋冬的季節 騎在西濱公路上 還是會被風吹的外氣扭巴的 這次我們準備前往新竹 來一趟騎著摩托車 兩天一夜的輕旅行 兩天一夜的喜悅 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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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can go anyplace that we want to I don't care if that's too far Take my hand and let's fly away To another galaxy Hold me close, I want to feel your love Together we are free Just be with me Just be with me Just be with me 在西濱上面騎了超過一個小時 也被風吹了超過一個小時 在離開了苗栗之後 我們也即將進入了這個有著封城 稱號的城市 新竹 新竹林山面海 山地丘陵多 平原少 地形的因素 在每年的冬天 東北季風會經過狹長的山谷 長驅直入 所以也因此有了封城的稱號 西濱到了這邊 除了會開始出現紅綠燈 還會出現各種地標 而其中 這個被稱作是封城之門的 香山豎琴橋 是我們來到這裡的第一站 潔白的線條 在天空中畫出完美的弧度 充滿立與美的白色橋生 橫跨在西濱公路的上方 橋生的形狀 就像豎琴一樣的美麗線條 這座的豎琴橋 其實從以前 我就對他非常好奇 而好奇的原因 不是因為他這個特殊的形狀 而是每當我騎到這裡 想要停下來休息走一走 幻想著那種 自己像個浪人一樣 邊走在橋面上 邊被海風吹著 後面還有著無敵夕陽 可惜 這種畫面 最後還是只能存在我自己的腦海中 因為我每次 總是找不到可以爬上去的路口 所以這一次 特地在騎過頭了之後 我們直接來一個迴轉 終於找到可以走到橋上 同時又能夠停車的地方了 我們來到了香山區 這裡阿 只要是車友 你常走西濱的話呢 基本上 你一定會經過 你如果要往北 要去從南部要到台北的話呢 基本上一定會經過 香山什麼 一定會經過香山豎琴橋 那我們現在來到了這個香山豎琴橋 等一下上去看一下 橋的旁邊就是這條被譽為北台灣最美自行車道的 新竹17公里海岸線 一路往北可以直通到南鳥魚港 而在自行車道的更後方 就是一整片海洋 這一趟我們分別在中午以及晚上 不同的時段前往 不過我還是覺得 在夕陽準備下山的時候 應該還是最漂亮的啦 又 各位 我現在頭髮很蠢是不是 是嗎 對 記者人目前所在的位置呢 香山豎琴橋 這邊的風真的非常的大 位在我們下方的這條路呢 就是西濱公路 所以其實我對這個橋呢 基本上不算太陌生 每一次從台中往返台北的時候呢 一定都會看到它 尤其是晚上的時候 晚上的時候呢 這邊它這個橋身呢 還會被點亮 那我個人是覺得非常的漂亮 之前騎西濱的時候 其實我也蠻常就是騎在那個 大型的風力發電機旁邊 然後我也會稍微就是 哇 看著它覺得好大台啊 我覺得真的是有高的才會 在這個時候來 因為大家來好像都是 基本上都是拍西洋的時候 因為 西洋剛好會從我們正後方的 這一片海落下去 因為這邊是西邊 不過現在正中 沒辦法我們因為行程的關係 所以我們正中午來到這邊 離開樹形橋 我們繼續往下走 從西邊轉入市區之後 來到了新竹與苗栗的限界處 這裡也是我們今天要騎的這一條 騎東景觀大道的起點 說到新竹呢 我對新竹的印象其實在小時候 並不是說太好 因為我爸之前就在竹科工作 那時候那一陣子 只要他出去工作的時候 基本上要一個月 三個禮拜才會回家一次 所以那時候 我對新竹的印象就是 我爸要去新竹了 他要很久才會回來 那時候因為小時候不懂事 所以我有點討厭新竹 甚至在我長大之後 新竹我也沒去過幾次 所以剛好趁著這次機會 我們剛好來一個新竹兩天一夜 那這次我們最主要呢 是會往新竹市裡面移動 雖然說呢 騎的重機在市區裡面 晃來晃去 好像是有一點小類 也不是整個市區都非常塞啦 還是我們還是有一些 算是郊區的部分 那我們這趟旅程呢 就是從新竹市 還有新竹縣的交界開始 也就是這裡 這裡是哪裡呢 這裡是嘉東景觀大道的起點 那等一下呢 我們就準備沿著這條 嘉東景觀大道 一路從新竹縣 給他騎進新竹市區 準備要出發了 GOGO 其實我對新竹的印象 真的是停留在小時候啦 只記得我爸會去新竹上班 然後好像是一個禮拜才回家一次吧 所以在每個週末結束 禮拜天的那個晚上 都還會很不懂事的問他說 還是不要去新竹上班好了 所以最後他都會等我睡著 他才出門 然後我也是隔一天起來 才知道他又有去上班了 不過小孩子嘛 那時候還不太懂事 隔天上學 就又跟同學玩得不亦樂乎了 其實從剛剛的封城之門 我對新竹還沒有那麼的有回憶 反而是來到了靠近市區的地方 這個回憶才有突然冒出來 以回憶作為這趟旅程的開始 我們也從茄東景觀大道的起點出發了 茄東景觀大道是新竹市香山區的連外道路 全長大約6.9公里 由新竹市開始沿線穿越香山丘陵與國道3號 是一條位在新竹近郊的山路 距離市區也只有短短的不到30分鐘 這也讓平時生活在繁忙都會需要我們 在需要安靜 一個人放慢步調的時候 花不到30分鐘的時間 就能抽離都會生活 擁抱山林 既然路名中都有景觀兩個字了 在這條路中 當然也就有著與眾不同的視野 茄東景觀大道 也被視為新竹的第一條景觀公路 這條公路給我的感覺 比較像是快速道路版的山路 因為沿線穿越過香山丘陵的關係 所以在景觀大道的起點與終點附近 會有比較長的緩上坡與緩下坡 加上因為靠近新竹市區 所以當我們騎乘在公路上面的時候 視野的盡頭 就是遠方的獨會區 某些角度看起來 真的也是非常有感覺的 而在這段路中 我最喜歡的幾個視野 大概就是靠近市區的時候 從公路上往右手邊看到的視角 騎車到處亂亂跑 跑久了 山漢河看多了 偶爾轉換一下心情 看著高樓還有矮房組成的水泥叢林 也會覺得是一種放鬆啦 騎在茄東景觀大道上 第一個感覺就是路真的有夠平的 沿途沒有什麼坑洞 甚至在經過伸縮縫的時候 也幾乎沒有什麼感覺 寬敞的路幅也是要騎得愜意的 其中一個重要因素 沒有壓迫感 一路順著風漫遊 真的非常的舒服 就在騎到接近新竹市區 我們也在路邊停了下來 欸 3點多了 我們剛剛騎了這條加東景觀大道 然後我個人是覺得這一條路 路草坪的 騎起來很舒服 那除了路坪之外呢 沿途的景觀其實也不錯 不愧它叫加東景觀大道 因為它的名字裡面就有景觀兩個字 沿途呢 你可以看到新竹市 你也可以看到山 我們就是騎在好幾座山裡面 那今天的天氣其實一開始 從剛才那邊出發的時候啊 是有點小陰陰的 害我呢 有點小小的擔心 不過很幸好的 就在我們快進入新竹市的時候呢 天氣突然變得超好的 有沒有看到我後面 又是這種藍天白雲的好天氣 真的非常舒服啊 然後等一下呢 我們應該就是直接這一條 加東景觀大道 一直下去呢 就會到新竹市區了 新竹市區之後呢 今天晚上可能會吃一點小吃 然後可能會在附近走一走 等一下下去聽說有一個 蠻特別的一段路 也是想要介紹給大家的 會累嗎 不會啊 不會喔 那你今天天氣算蠻好的 可是一開始陰陰的呢 所以我本來想說 是不是又要下雨了 你本來想說怎樣 不知道是不是又要下雨了 又要下雨了 畢竟跟你吃完基本上 九點九成大概都在下雨 沒有 可是今天天氣很好 你看你後面 你看你右邊 我看到了 天空 你右邊是什麼顏色 你說藍色是你最愛的顏色 你說如果沒有愛 那又如何 怎麼啦 你說藍色是你最愛的顏色 又如何 可是我喜歡 可是我喜歡橘色 出發了 GOGO 雖然歌唱得很難聽 但是我相信老天爺 在替我們關上了一扇門的同時 一定也會幫我們打開另一扇窗 人嘛 太帥又太會唱 一定會有報應的 在這邊稍微唱歌休息一下 其實今天出發之後天氣都是陰陰的啦 但是到了下午 太陽公公突然一個露臉 烏雲也瞬間消失了 重新出現了藍天 心情從這邊開始也從好變得越來越好 一路從茄東景觀大道進入新竹市區之後 我們也來到了一條只有短短的500公尺 但是卻是一條充滿了故事的公路 公道三路 在從茄東景觀大道進入新竹市區之後 接下來映入我們眼簾的 則是這一條公道三路 乍看之下 你應該感覺不太出來 這條路有什麼特別的啦 短短的500公尺 長得跟其他路一模一樣 原本是停車場 以及超過70戶的住戶 在之前住在新竹的居民 要從市區前往國道三號 需要繞整整一大圈 才可以接到我們剛剛騎的景觀大道 在經過市府以及地方人士長久以來的協調 來來回回接近30年的時間 遠足戶從原本的疑慮到最後的支持 終於成功的把原本的停車場 心闢為我們現在看到的這一條 公道三路 我不知道頻道裡面有沒有新竹的觀眾啦 不過我大概想像的到那種 景觀大道與我們最遠的距離 只差一點點 就能每天節省很多時間在通勤上的感覺 500公尺30年 其實我真的沒有辦法想像這個過程中 經歷了什麼事情 只是覺得很感謝這些住戶的成全 讓我們有更好更有效的聯絡道路 離開了公道三路 接下來我們往海線移動 準備前往之前騎西兵 每一次都會停 但是從來都沒有進去走的 南鳥漁港 從市區出發不到20分鐘的時間 我們也逐漸接近海線 在新竹不管是市區還是郊區 風真的都滿大的 所以在從市區這一段路往海線騎的時候 基本上我是感覺不太到 我們現在正在離海越來越近 因為不管是市區還是郊區 風好像都差不多大 我們現在來到了這個南鳥漁港 這裡是那個 其實阿 其實西兵阿 之前是蠻常會經過的 因為西兵到了新竹段的時候 會下高架然後變成有紅綠燈嗎 那紅綠燈我之前很常聽的那個聖華門市 他就在南鳥漁港附近 所以我們現在來到了這邊 準備南鳥漁港裡面 吃午餐 吃一點海鮮 看一下裡面有什麼東西可以吃 Go Go! 說到南鳥漁港 就不得不提到竹嵌港 竹嵌是新竹的古地名 位在新竹的漁港 自然而然就是竹嵌港 而竹嵌作為北台灣最早開發的城市 有著悠久的建築 豐富的人文 多種族群的融合 在前面有提到 新竹的風真的不是普通的大 加上在新竹市這裡 有著豐富的河川溪流 頭前溪 克雅溪 河川長時間把泥土從上游 沖刷到下游 接著換強勁的東北季風 游北往南催 最後就在新竹的沿海地區 形成了大小不一 高度各異的沙丘 而既然沿岸都有沙丘了 當然港口的泥沙量也非比一般 在這裡的竹嵌港 最後則是因為浴沙堆積 水廢除了 接著另外旋址新建了我們現在看到的 南寮漁港 前一天做的功課 一到南寮漁港 我們直奔向二樓 打算在這邊先吃個午餐 這裡的海鮮 如同之前我去過的其他漁港 一樣新鮮 這次走進來漁產品直銷中心之後 我們也隨便找了一間就做下來了 沒有到真的很挑嘴 反正只要海鮮是新鮮的 好像吃哪一間都沒有什麼差 價格也還在可以接受的範圍裡面 大家都說竹峰南雨竹峰南雨 這句流傳了將近200年的俗艷 代表著台灣特有的氣候特色 指的是竹嵌多峰 藍地多雨 每年的冬天 東北季峰從海上吸飽了水氣 接著從台灣東北部登陸 位於鷹峰面的宜蘭首當其衝 結果就是下雨下暴 而新竹的峰則是東北季峰 從寬闊的東海進入狹長的台灣海峽的時候 加上新竹 北有湖口台地 東有雪山山脈 南有香山丘陵 這樣的結果就是整個新竹 會形成像是一個喇叭的形狀 讓風勢更容易增強 最後的下場就是 吹爆 而這個吹爆 在我們吃完飯之後 我們也決定來買個風箏 試一試酒降風的威力 你們買一個嗎? 大隻的皮卡丘多少錢? 大的五百 中的三百五 小的一百五 小的喔? 小的 小的皮卡丘 有小的喔? 有小的 有小的 這個是中的 我要挖小的 好小的 好 看一下喔 他拆了是不是 可以啦 可以 多少 一百五 對 對 謝謝 我就直接拿起來就可以放了嗎? 那個骨架 左右撐起來 就這樣 左右這樣撐起來 好 謝謝 這是特技的風箏耶 他為什麼都不會打結 那個人好吊喔 好酷喔 我們皮卡丘不可以輸 買完皮卡丘的風箏 現場還可以看見 有人在放禁忌型的風箏 在空中一直旋轉 一直旋轉 跟我們的皮卡丘 還真的有那麼一點像啦 這還在幹嘛 不過再過了不到30秒 就完全不像了 好像我不管玩什麼東西 只要是會飛的 他都一定會往地上鋪 不然就是往樹上去 空拍機啦 還有風箏 卡住了 你怎麼飛空拍機也最急 你的小灰也是卡數耶 阿這個也是卡數 阿這個也是卡數 對耶 我覺得他好像不會飛那麼高耶 他什麼 死亡皮卡丘 150元的皮卡丘 只讓我們玩了不到20分鐘吧 風箏線就斷掉了 不過當天的風 真的非常大 所以就算只剩短短的風箏線 我還是一樣可以拉著皮卡丘 讓他在頭頂後面飛 像個浪人一樣 走在這一大片的草原上 由於是一個假日 整個南寮魚港充滿了人 但是整個海岸邊 是足夠空曠的 所以還不至於會到那種 心情真的阿雜的感受啦 甚至 還出乎我意料之外的 可以看到今天的夕陽 好啦結束了南寮魚港的行程 接下來我們也準備刻報新竹了 準備到東門市場 以及城隍廟附近秘食 大家都說新竹是美食沙漠 不過這次到新竹 我們真的吃了非常多東西 多到去其他縣市 可能都沒有吃這麼多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晚餐的第一站了 這個叫什麼 隱藏版 這間叫想來點 想來點什麼 然後這個老闆說阿 他這個不在菜單上面 他這個是我剛才去結帳的時候 看到那個牆壁上貼的 所以我才多點那一個 不然他原本沒有在菜單裡面 我找不到 等一下就來嗑嗑看 然後還多點一個 這個看起來很屌 這個叫味噌豆腐 味噌豆腐 等一下來嗑嗑看 現在又準備開動 GOGO 新鮮的 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們這一次採取的策略呢 我們一間吃很少 對 但是我們吃很多間 對 所以我們現在第二間完食 我們剛才吃的臭豆腐 然後現在我們吃完這間 這個叫想來點 下一間我們打算去吃 吃生魚片 喔是生魚片 GO 從東門市場的海鮮丼飯 生魚片 吃到城隍廟的雞蛋糕 綠豆沙牛奶 最後再接著吃 許二姐的 炒鴨鮮 最後再接著吃 許二姐的 辣剛剛好 吃完了這一大堆東西之後 最後才滿足的回到飯店 隔一天早上起來之後 還在去了英王肉園 我真的是問號耶 這樣怎麼辦 還沒有想念臭耶 對啊 我是很想要吃啊 可是看到這麼多人 我直接消火 他不知道我不會 他在過台很久嗎 我看你就來了 拍拍看 它裡面也是坐滿的是不是 對啊 因為這邊應該都是在等的 太扯了 可是我肚子好餓喔 我會覺得我吃 我要幫你吃啊 我幫你吃啊 我們剛好可以停這個 還是要停啊 我們現在來到了英園 英王肉園 冷燒多 他有壓明酒 真的啊 沒有味道 蠻好吃的 一顆剛好配一顆蒜頭 一口 一口剛好配一個蒜頭 很讚 我覺得還不錯 有來的要記得點香掌 結束了吃吃喝喝的行程 這一趟新竹兩天一夜 也來到了尾聲 我覺得新竹真的是一個很方便的地方 從市區到郊區 海線 都不會花上太多的時間 而且在秋天過後 風箏可以說是怎麼放 怎麼飛 如果你有不會放風箏的朋友 在秋冬帶他去新竹 一定會變速成班啊 而騎車其實也不會需要太長的時間 從市區短短的30分鐘 就可以到海邊看海了 另外我還想說的就是 路也真的蠻平順的 騎起來很舒服 愜意 不過這邊還是要提醒一下大家 路雖然平 但是騎車還是要注意自身安全 遵守交通規則 其實魯特常常在路上遇到跟我打招呼聊天的觀眾啦 那每次在聊完天準備騎車離開的時候 我通常都會跟他們說三個字 小心騎 我覺得小心騎跟慢慢騎還是有差啦 慢慢騎就代表一路上騎得越慢越好 但是慢其實不等同於安全嘛 相反的小心騎代表著的就是上路了之後 隨時隨地注意周遭的路況 大到注意號字燈的變化 小字方向燈的切換 都需要更加的留心 所以最後我想跟大家說 出門在外 不管是旅遊 通勤 一定都要 小心騎 我們有愛 我們沒有需要遮住 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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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don't care if that's too far Take my hand and let's fly awayTo another galaxyHold me close, I want to feel your loveTogether we are freeJust be with 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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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好拉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如果看完這部影片喜歡這部影片的話呢不要忘了在影片下方按讚訂閱留言分享喔我是魯特我們下次見囉掰掰